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講起Netflix或者網上串流的平台 蘋果日報之前早一兩年都做了一丁木 都有嘗試去推動 亦都有投資不少錢給一班新 不包括我當然 都是因為我認識的新朋友 我以外的年齡導演 拍了不同的作品 但我不太肯定 例如小野也有參與盧振業 也有參與一些 我不太肯定 《夜間》還是其中一套 還是 葛津 不過他好像也聽聞 應該有參與一丁木的製作 我沒有跟進 但大家都在思維 其實我覺得整個思維就是 我們香港電影 其實那一套老化大家都看到 總之劉德華還在拆彈 拆彈也是其中一部 拆彈2 也是一個關口的作品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所謂短片現象 是正在出現的 譬如《MM2》 要求人拍短片去比賽 既有的《IFVA》 也有趣的 剛剛公佈入圍名單 梁明佳也拆開了它的 《冤鴦深水埗》 《冤鴦》也入圍了 大家都知道 每年各大電影系 或者相關視覺系的畢業心 他們喜歡這件事 他們要拍攝 他們不是拍短片 因為一來有 因為他們很多年輕 尤其是《一丁木》之前 好像有一個項目 有一個欄例 叫做社會性強一點的短片 其實每人都是 每個創造人都是 就是想回應社會 短片有一個 叫做快一點點的方法 可以做 還有成本就低一點 即是我們一到夜間 夜間就變成這個 發展範圍裡面 我不管 究竟台灣給獎 香港是一個 特意 表態 表態 我不管 但起碼就是 我們這條路 這樣走 是收納到我們年輕人 那種創作 活力精靈 我跟進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電影 又不是老化的 香港電影 沒有成界 這個反而就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你會看到 現在它裡面 我們一直都說 十年都開始 其實就是 怎麼稱為成全 那樣東西 只不過整個那個 就做得不太好 還有太多人去想的時候 就不是有一個叫做 長遠計 那樣去想 其實年輕人 一個一個又出來 所以又千千萬萬 這是其中之一個 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做一件事 做草木自己生長 我不是那麼容易入行 因為現在最重要的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年輕人 有時候都會覺得 如果這個傳統的那個拍 可能入行 就像龔祈俊那樣 龔祈俊入行幾多年了 去到他頭髮已經開始白 幾個時候 他才開始做導演 而現在基本上 整個電影的拍攝方式 或者器材的運用 是越來越方便了 那年輕人拿起它 就算是一個手機 你也可以說故事 拍電影的時候 他可以找到一個 叫做新機出來 我覺得 我們剛才 一直在討論 就是 由電影 有人都說 其實電影是電堂級 現在開始有些轉變 那種電堂級 裡面 可能有另一種靈性 像張雄說的 或者 可能一種叫 療癒的作用 為什麼呢 就因為它有一個功能 整個院裡面 你的那個體 就跟現在開始流行的 叫做第三螢幕 那樣東西 是有不同的 我們剛才那兩節 都在說第三螢幕那裡 如果你一說到 比如郭津這個夜間 我覺得 這個發展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 最少都有 四五年的時間 我們就經常都說 香港有一個叫做 圍城的現象 就是已經開始 那個困局出來之後 那裡 而你發覺 有些年輕人 他們要為了那個叫 為我出來的時候 我要找我自己的 生存的空間 如果主流的 那個東西沒有的 那時候 我們還要找另一種空間 其實外國都有 但我覺得 因為我們熟香港 香港就很明顯 你會看到 是做得不頑的 就是開始玩一種叫做 我拍完那部電影出來的時候 又可以找一個方式 來叫做公映的策略 來去做那樣東西 第一段片 其實都可以有個歸納的 因為我覺得是 近這幾年 香港的年輕人 他利用短片 就跑出了一個名堂出來 尤其是去年 我也有統計過 譬如有幾部香港的短片 譬如有一個 我們都很熟悉的 什麼鎮宇 我經常不敢讀他 董鎮宇 董鎮宇 他那個葉鏡台 就在那個美國那裡 那個LA那裡 就拿到那個國際短片熱的那個金獎 那葉鏡台就叫做 找那個沈振軒做的那個 另外東岸 又是給我們李惠敏的那個沙沙 老了 又是東岸和西岸 都是香港的短片 那裡 而在日本的那個 全亞洲那個 叫做Diticon 那些短片 那些視角大獎 二十多年 因為他2019年的那個頒獎 香港又怎樣 不是 2018那個在香港做 得了 是金獎 金獎 銀獎 都從香港拿了 今年 在日本那幾天的時候 金獎 尼蘇幻角 那套動畫片 未完成的 什麼啊 出來了 第二集來的 完成了 他會做一個劇場版 這個就是一個序 是一個完整的短片 然後那個就是 接著他上一套說 這個尼蘇幻角 那裡 如果第三套出來 他們就很希望是一個長片 是長版 那他拿到金獎 十字榮歸的 很多人都說 因為視角那些都好 第二 銀獎 都是我們拿到的 銀獎 就是那個叫黎人村 山海的黎人村 山海的 兩年 金獎 銀獎 都是香港拿了 如果呢 第三年 過了三關 那你說 什麼 首先呢 李熟 我沒有看過 我真的不排除 是國際 我用那個字 很壞的 可憐在香港 不是 我講完 不用理會 不要這樣說 因為那個 我剛才說 講了這個階跡 不是 叫大家 哇 好喜慶揚揚 不是在說那些 最重要的是 就是 年輕人 你要最要記住的那些 就是 你拍戲 你需要膽量 膽量有了之後 那時候 麻煩 有出路 現在那些 如果 你在那個區域那裏 我們現在的 那個叫主流電影那裏 那個區域那裏 你找不到一個位子 進去那時候 就不說 是沒有出路的意思 是有另一個空間來的 另外一個空間 你說 是不是很困難 是很困難 不過 是有路的 這個是 我反而 最重要的 就是 這個 我們一直都覺得 其實現在 譬如電影拍出來 和這些短片 裡面那裏 你找到那個放影的空間 那時候 是不一定要在一個 在一個戲院 或者固定戲院那裏去找的 其實 好幾年之前 那時候 已經有一種 叫做 街頭 街頭 街頭的放影活動 已經多了 你也很熟 你也跟著 這部 基本上 他拍完之後 他都知道 上演 可能會有一些困難 現在社會問題 我是不討論那樣的 但是說一下他 他找他那個放影 就是那個空間 那 就算他找到那個同時 那裏 你會看到 我覺得他 是不是可憐呢 我覺得 不用那樣的來講 因為我看過這部電影 這部雖然我未看 但是我都覺得 在台灣裡面 台灣這短片 和走這條路 很早已經走了 他看到你香港弄的船 他為什麼不back up你啊 因為台灣他有一件事 就比我們 就是中港台裡面 我覺得台灣做了一件事 最好的 最有的就是 當他好的那時候 他是在提回很多 其他的地方 包括 印尼 那個什麼 之前熱帶雨啊 或者是緬甸啊 泰國啊 那些電影 那些電影 都會找到 變成了一種 大家共用的 一個方式來的 而呢 例如好像 《夜間》 這些 甚至 剛才你也說 《夜香陰陽深水埗》 我看到他 他有些都說 他會拆開 有時候 找些地方去放 用短片形式去放 這樣又可以 然後就把它變成 一個長片 在大銀幕那裡 供應 又可以 這種呢 就叫做新的 一個叫做電影放映的策略呢 那我覺得 這件事情呢 就可以告訴大家 是年輕人自己 做出來的嘛 那件事出來 找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自己的那個空間來出來 在目前 這個社會 都仍然呢 被你這樣做 容許的 自己不敢說 不過呢 就說 你有了這個作品出來的時候 還有很多海外的空間 你找你的那個生存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方法 那麼 《夜香陰陽深水埗》 你看了嗎 看了 看了 這個就是年輕人 我和你都老 我看了 我不是說這部 我講了其他那些短片 你有沒有看 我這部 加起來 其實不是這麼說 我覺得 《夜香陰陽深水埗》 都要說 你在大銀幕看 我在大銀幕看的 我邀請他來到城大 在大銀幕放的 《夜間》 《夜間》 其實我喜歡 《國津》之前的戲 《夜間》 《夜間》 都很好看 尤其是 那些實錄式那種 那種 很辛苦拍成那種 《夜間》 是那種 所謂 無法花架的 雖然劇情是劇情片 這樣去 然後 他慢慢去做 去做那個細節 做那個很困難 他很少錢 而在的士 這麼辛苦 每個照片都 無法看 那個時候拍照 那種質感 是一個香港高度 短片而言 或者場片而言 有這樣的效果 是一個成就 那我就覺得 正正是 剛才都說了 短片給你這種空間 當然 你剛才說 《晚館》說放映 自己預約場 自己放映 很多 那些所謂 不堪日目的 又覺得自己 拍的電影很好玩的 是做這些 自己私人放映 那些其實很多 有些人邀請我看 我也是拒絕的 我也知道 可能是一些 水準很低的戲 我們不要理會 放映不重要 反而這些短片比賽也好 本地外國也好 去見證時代 真的是這樣 譬如鴻鴻這樣 鴻鴻就算是 它是短片模式 一個長片 它變成一個長片 我怎麼都覺得 能夠在2020年的上映戲 碰到2020 是去的 就算它深不深入 不要緊 但是 正正是這種 年輕勇氣 要是一種點片 是的 在這個範圍做到的事情 就去做 是 所以 剛才 到這個疫症的時期裏 我其實有一點 也會覺得 大家都會碰到 新舊之分歧 有一種叫做 疫症之後 會怎樣發展呢 我們看到電視電影 有不同的發展之外 剛才也碰到一個 老化的那些 和新進的那些 我其實也想到 有些事情 我特別 highlight 了 去安華 三 究竟 2021年 是否我們跟它做過 2021年 你說 應不應該幫它做一個專題呢 如果你說不做的時候 第一 它有一個叫做第一爐香 是等著來做的 第二 第二 就是 在2020的聖誕期間 suppose 是 有一個紀錄片 就是這個 好好拍電影 是的 它會做 但是現在 那裡叫做 2021的電影 是的 本來是20的電影 現在它入了 我們看到那個 它入了當是2020 但是 它的供應就是2021 被迫是2021 因為它suppose 就是 聖誕期間要做 因為是去安華製作品 另外一個 你剛才偷佈了 放了 就拿來放 那個 就是它的七分之一的作品 這個叫做七人樂隊 有七個導演 就是你所說的 已經是老幻的導演 杜琪峰 特地說 他那個年代成長 找七個導演 去總結那個時代 是的 這個 原本是八個的 大家都知道 然後 後來有一個退出 還有我們有一個 很可惜的就是 林靈東導演 這部電影 他完成了之後 那時候 很快就離開了 所以這部電影 肯定是2021年的 我們多多都想到2020 那時候 看這部 現在一定是2021 會等到出來 這些你會看到 他基本上 他告訴你 我們不會分他老不老化的 大家都很好拍電影的 大人小孩 大家都很好拍電影 這個就是關鍵 最後呢 我有一個很新鮮的 那個就是 李專攻的 是的 這部呢 有一部電影 剛剛呢 就是 最近呢 我收到幾個訊息 因為這個呢 基本上呢 這個導演 K真呢 我想呢 如果 很認識那個 年輕人 很認識 短片 或者 美國那些 電影文化 或者卡通片 那些 都很認識的 這個叫做K真 但是其實他是香港人的 他爸爸媽媽呢 就是土生的香港人 他呢 土生的 香港背景 是不是 哦 我不知道 那他呢 這部電影呢 剛剛是完成了的 那麼 明年呢 那個聖誕呢 都找了他那個 聖誕呢 都找了他那個 來做 我不知道他那個 去向是怎麼樣呢 那他呢 這個導演呢 他有一天就 我們講過他那個 成長的那個方式 就是 他讀電影那時候呢 那他的短片都很出色的了 那他 尤其是他畢業的作品呢 那一部呢 那一部呢 就是 你剛才 做那個 就是K真 那個 那個呢 叫做 So You Have Growth 什麼呢 是的 這部呢 就 就 拿到一個很大的成就 就是一個畢業的作品 但是呢 他呢 就變成了 就是 在美國那裏呢 整個校園呢 他們有過那些 叫做 短片比賽的 那他呢 那他呢 這個呢 就進到那個 裡面呢 就用兩步之爭 他就後來排了第二 但是呢 這個呢 基本上呢 你看到台灣 香港 台灣和大陸呢 都這件事 都變成了幾大新聞 來的 香港沒有什麼人說的 那是好笑的 我有提到 不過沒有人說的 他不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是華人的成就來的 就是 好像 許承毅 那種的 但是他最特別呢 他說的事情 都影響到那些年輕人 他說 我很喜歡看老人家那些電影 但是我要拍呢 都是拍自己要講的那些電影 那所以他那部電影呢 就是 在那個 AT&T的那個 Untold Story的電影計劃 那那個是一個大新聞 就是 他說呢 就要給一些 就是幾年之後去拍呢 你講出來呢 可能沒有人會賣你的 但是如果你講得好呢 我就投資你 給你去拍的 那叫Untold Story的那個 那他呢 那時候就拿到那個 那個唯一 得到的那個大獎之後呢 就拍了 這一部 新的電影出來 Marveless and the Black Hole 就拍出來 就是講一個十三歲的女孩 這個現在很出名 她現在一個十三歲的 日本的 我想也是ABC 是的 現在他叫太空人電影 原本電視劇 現在又拍電影出來 就會同年推出的 從這個 那他最主要呢 為什麼要講他呢 他最主要呢 他就是有一件事 他就是 有一件事 第一 他就是在一個叫美國的那個 那個地方成長那裏 當你想拍電影 你有一個idea 做到那裏 就 現在這個世界呢 你在一個公平的社會裏面那裏 你其實可以找到你的那個發展的機會 第一 第二 那個最重要的就是 他說 當你拍了電影的時候 他經常都說 最好呢 你什麼都不懂 因為經驗都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拍自己想的東西 如果你想拍一些 不要啦 我想拍一些大人一些的東西 那你便拍瘦仔戲 因為你有那個經驗 你可以拍這些戲 你呢 就找到你自己的那個 創作的那個空間 那所以他現在 他基本上呢 他有一部呢 就是卡通片 因為這些呢 我想這些 我不知為什麼香港人 都沒有什麼人說的 這部戲是剛剛就是 上年那個艾未掌的 最佳故事 就提名了的 不過結果都 都沒有贏到 不過呢 就我問了很多那些 那些 畫卡通的那些小孩 個個都有看這部戲 是 叫做Steven Universe 你有沒有看的 我看了一點點 那你介紹一下 那他現在他 他基本上 他都是 拿到那個叫做 最佳故事的題名 那樣就 剛剛好像放最後一個季節 他現在那個 原來很多小孩都有看這部戲 就是這樣的 那他之前的Sony 那個講壽司那套加通呢 那個故事又是他想的 又說了造型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說呢 在我們疫症的時期呢 裡面出現了 有一件事呢 就叫做是 好像突然之間呢 我們的牌呢 就被人推倒了 重新玩過 然後呢 你會往後呢 你會看到呢 會有一個新的景象出來 那新的景象呢 我想 大部分呢 如果用傳統的想法呢 是或者會悲觀的 那但是呢 有另一個想法呢 就是我 我用一個叫做閱讀的方式來看 其實我比較上呢 在絕境裡面 採取一個樂觀態度 我覺得呢 就是 其實呢 是 那條路還有一行 尤其是我覺得年輕人 年輕人 他最重要就是 在這個時刻 你就自己整理一下 你有什麼自膽 找出來 放膽去走的時刻呢 是跟著會來了 2021年是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時刻 我就是這樣想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想 你提起K真 我就覺得軟了一點 首先 他講不講廣東話的 他講的 他會拍香港戲嗎 他會的 寶貞 其實陳果很熟悉他的 其實我這麼說 他去美國的時候 就是李安 是的 李安條統 不是 因為 他拍的戲 很難界定是跟香港有關 我正在等著他拍香港戲 是的 還有你也是講一條 一條更加國際認受的出路 是的 是的 你看他那個時節說的那些事情 因為他本身那時候 他原本想回來做特技 總之 他發生了 我就一定關注的 現在他還沒發生 我覺得你講了一條有可能性的事情 他 他 你這個 做不做呢 那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 基本上 他 他有好幾個 香港 他都熟悉的那些導演 導演 其實他叫他 你回來香港拍兩三部戲 然後就回去美國那裏 用這些經驗 你放進去那裏 找自己的那個 一個叫做工作的那個空間 這樣的 是有 也都有這樣的安排 這樣來做 因為他 基本上 他看香港片很多 看很大 還有他這部戲 基本上他撇聲的時候 他就是講香港話 是 一個 那時候看香港 這樣 這樣就要不講 其實最重要是講年輕人的出路 這個意思 最後 是你的 是 對了 剛剛 昨天就看到 早幾天 這個 第七屆首部劇情 長片計劃 又回來了 即將在第一季 即明年的第一季 會公佈多些消息 那就 看看怎樣 哈哈 這樣 哈哈 你想說什麼 大家準備 大家準備 即是你都會準備 對 我準備了兩年 所以 後疫症的時期之間 那裏 我們看到 大執委 而 譬如張慧雄選了這個題目 其實我們都沒有講盡的 嗯 所以還有很多事情 但是作為一個 新年流流 我們講一件事出來 其實最主要就是 看到那個形勢之餘的時候 我都想帶一個訊息出來 帶一些光 回來的 因為我覺得 始終 現在 你會看到 很多人都覺得 有一種絕景出來的時候 絕景是有光的 就是我的那個想法 好 那你呢 那就等下翁子光 好啊 你等下翁子光的四大 什麼 什麼 風在起時 四大探獎 四大探獎 風在起時 這個是張慧雄的那個等台 好 那你呀 結帳了 哈哈 第七屆的那個 劇情片計劃的那個 嗯 希望你加了一個好的計劃書 好 新年流流 我們在這裏呢 就和大家電影有讀 講一個叫做 絕景裏面有一個新現象 這個是後翼時期的電影 我們的閱讀方式來的 好 那我們下次再和大家 電影有讀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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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